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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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来自TOMINGEDA的张经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对一个分析式图书一库 这是图书一库的分享 然后明年会介绍一些它和一队子的关系 这个是今天要讲的内容 然后选择会对我和一公司做一个展示的介绍 接着会说一下相关的设计的回顾 然后第3个文件就介绍一下 第4个文件就介绍一下 接着发给与其的关系 关于我和公司那一部分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小绵的了解 然后我们直接去调一下图相关的一些设计回顾 首先是图书一库 这是图书一库的定性 首先是一个树书书一库 然后进行语义查询,并且使用零点编属性,然后去表达称呼数据,称呼数据,然后称呼数据后呢,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很容易的去表达关系,简单的关系,比较复杂的关系,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这个社交网络中得有人心的关系,比如说朋友,同学,同事,各种,然后它可以呢,就是使用这个零件举动,零件表达称呼模型,然后将数据,将关系数据关联属, 就是存在一起,就是有利于那个数据的检索,然后它和传统呢,关键数据库去对比的话,就是它可以成熟就是混合的关系,而那个关键数据库的话就需要使用外键,然后就是,使用外键关联业务表,然后一个外键的话就是不仅会提高那个,我们的开价以及维护成分,然后也会就是将那个业务数据库,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关键数据库,它可以很容易的就是,找到我们的心理之间的关系,正向的,或者是板向的,而关键数据库呢,它就需要使用这个进行正式操作,大家也知道,在那个数量大或者是业务比较普达的情况下,就能成本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呢,就是对板向差别来说, 比如说,关键数据库,比方说我们有那个,一个客户表,然后一个商品表,然后一个客户购买商品的一定单表,那这时候呢,我们去找找一个客户购买过一些商品,是相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要的反过来,我们去找找一个商品,都给一些客户购买过,就可以比较普达了,然后接下来说一些那个铺结构,铺结构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那个银点,银点的话在铺里面就指的是接点,或者是深点,然后每个银点呢,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跨面的跨性,然后每个银点呢,都还可以有一个或者是多个,Chov的属性,去跟他进行描述,然后在图里面呢,铺试用来连接各个银点的, Centristen 然后铺的话是可以是,基金有一些,这些有相或者三相的, 我们这个顶点类似,编的话也可以有VID,以及一个或者多个PV0的属性,对他自己描述。 这个图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顶点编以及属性的一个性格, 在有些时候图里面的顶点和边还会有标签,就是用来对他们去区分。 比如说左边这个图,然后它就包含六个点,每个点都会有一个VID,然后每个点上都还会有一个标签,比如说节点1它就是一个人类的标签,然后节点3它是一个软件的标签。 然后图中也会有,并且上面就是每个零点都会有两个属性,下面标签的属性它也会有一个姓名,还会有一个年龄,然后软件标签的零点的话也会有两个属性,一个是软件的名字,一个是开发语人。 然后图中也是有六条边,然后每条边也都会有一个VID,然后每个边也会有一个TP0的属性被编进的表述。 然后边的边其实在图中就是用来表达关系,每个边也都会有一个标签,比如说1和3之间的一个标签就是一个创建,就是它创建一个软件。 然后1和4之间的话,就是一个相似的一个关系,是有一个认属的一个标签。 然后图的存储模型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两种,一种是叫临结矩阵。 那这里面那个临结,就指的是点时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当两个点直接有边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两个点就互为离结点。 那临结矩阵就是临结,就是临结的这么来。 然后对于临结矩阵它的存储呢,就是说可以使用两个数字,然后一个一维数字去存中点。 然后一个二维数字,然后去存储边。 然后我们这里是使用一个无相图,无相图去做计定。 然后就是我们使用一个,图中是有六个点点,所以我们使用一个, 长度多是六的一个,一维数字。 然后呢就是说未有数字边的,所以我们需要,所以PPT有点问题,就是, 就是一维三四五六,就是没打算。 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二维的,就是各维长度多是六的一个二维数字。 然后这里呢是用一个表格去表示。 那假如横向是一维的话,重量是二维。 那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再看左边的图,然后一维三之间是有一条边。 然后一和二也会有一条边,一和四之间也有一条边。 那就是说在一维上这个逆景点,然后它和二维上那个二三四, 它们之间都会有一个边的关系。 那当有边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那个值之为一。 所以比如说,零点群证的话,就是说被,呃,因为它使用的是那个数字去做个诊索, 就是方便很多很快的查点定义的数据。 所以呢就是说被判断两个零点是否有边,或者说对两个零点之间去加边或者三边, 就会比较快一些。 那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当编的数量相对零点少很多的时候呢, 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存在的浪费。 就是说图里面大多都是零,就是一很少。 然后临界,呃,临界表的话就是它的,呃,实践方式就是, 应该和,呃,临界,临界设断是差不多的。 首先我们也会,也可以使用一个,呃,一位数主,然后去存储零点。 然后目前的地方呢就是说,一位数主里面,除了存放,呃, 呃,临界点的ID,我们还要去存放,呃, 这个零点第一个,零接点的,呃,磁针. 那这个是,比方说这个,呃,这个还是看左边的图, 的零点1的话,它和零点2之间是有,呃,是有一个零接的关系。 所以零点1它,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零点的ID, 然后后面还要记录一下,它的一个零接点的一个位置。 这段其实也从来表达了一个编的关系 然后它和3和4也都有编的关系 所以如果把它3和4的领域点都在它的后面 最多的经常我们会用一个单上列表去追放它的一个迎接表 然后再看图中的点2 点2的话其实它又和点1只有和1是一条编 所以它的列表都比较短 然后当它后面没有零件表的时候 这些就是指定就没有值 然后零件表它的缺点的话 就是说当大家去关注某一个点的度的时候 比如说它的入面和出面有多少的时候 就是说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我们需要去辨定单件表的一个长度 那再一个就是说当我们需要删除一条边的时候 比方说我要删除1和4之间这条边的时候 那我就需要在两个单家园里面去查找数据并且删除数据 这是相关支持的一条图库 然后接下来我们聊一下金泽巴尔布 然后金泽巴尔布它是一个可拓展的分路式的图讯库 然后它呢就是底层的村主的话完全就是一大约外围的村主系统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讲和1BG的关系 包括它还提供了那个 所以的就是为了加快图的一个检索或者是编例 它还提供了一些所影的能力 所以说它的所影的能力也是通过插电化的所影的平台去提供的 而再一个呢它是可以和那个开源的就是那个土地栓框架是一个完成兼容的 然后听说后 然后后面也会去简单介绍一下 而它可以呢就是程序和查询就是数据一条编和顶点 它可以支持上签的地方 并且同时支持RF URTB 然后两种方式的查询 然后它现在呢是那个Internet基金会 然后是一个安顾 而它的它的那个协议完全追求Apaq 2.0 并且它里面的那个代码就是规范 或者说那个分构吧 就是和那个Apaq的那个开源的代码都非常非常相似 所以读取它就比较友好 然后这个是那个进入Graph的一个架构图 然后我们从下网上看 然后左边的话就是它那个可扩展的那个存储后端 然后这里面呢至少要有一个存储 我们要自导产的一个存储后端 而目前那个官方支持的就是有Certainer 有A-Face 有Burly 然后还有那个进击也也已经支持了那个3DB 然后在右边的话就是它这个 这个为了扩展那个锁点检锁能力的话 而它也支持了也提供了一些那个插线相关的一些接口 也可以就是说去介绍我们一些 就检署的平板 目前已经支持ES所有的一个流程 然后它还有2Lab和2Lab就是进行相关的一些接口 就是现在已经可以和一些大数据平台 比方说STARG,JR,以及Hadoop这些机场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核心代码模块 然后就是也分到了一个层次 然后首先是一个存储和所有的一个管理厂 然后再往下就是数据库的一个管理厂 再往下就是内部API的一个层次 最上面是一个黄色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口语言表达层 这里面就是刚才也说到它用的什么一个T4BOB 然后T4BOB就是它是一个计算引擎 计算引擎框件 它可以和那个图书的库进行继承 然后也可以和那个图分器系统 比如说它有能力去通过它有能力 就是说一个平台或者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既支持RF能力 也可以支持RTP能力 然后它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模块就是Gurnit Gurnit它是一个图的越地语言 然后下面是它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主力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顶点的ID 然后去查到一个顶点 然后也可以通过那个属性 然后去查到一些顶点 然后这就是属性领域 就是属性领域 就是属性领域 然后它还可以支持那个就是 范围的filter 然后去就是说去过滤 再服务感过滤一些这些点 然后看来它 这个地方就是除了查通过 通过那个属性查到顶点的话 也可以通过属性查到顶点 然后这个是可以通过点 然后定了点之后再去比如说 查到相关的离接点 然后下面这个是去查到它的一个入屏 或者是出编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 下面这些使用方式 都可以结合的去使用 也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去查到图里面 或者过滤图里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接着说一下它的Screener 然后这个Graph的Screener 就是包含其他部分 一个就是那个图的标签 然后以及领点的标签 还有它那个属性属性的P 然后还有一个锁引 然后它支持显示 以及那个影视去经营 然后并且它可以在不停水空的情况下 对一些Screener进行优化进行改进 这里面呢是一个创建Screener的一个类子 首先就是它可以创建一个这个 属性的P 然后它的名字是Sleep 然后它的数据类型 这个时候是Key 就是一个属性是Key的类型 所以它的Key的话就是Live 然后它的它的Wire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属性类型的一个值 然后下面第二行是创建一个所以 然后它创建一个所以 然后它创建一个所以的话 这个地方说的是一个所以的类型 比如说它是通过一个所以 去查到一个顶点 那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和属性的P一样 就是说它每个所以也会有一个名字 也是团居为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它通过什么去所以到那个顶点呢 后面就是添加一些条件 然后通过下面定义的这个P 然后去去去去所有一个顶点 然后下面这个第三行是创建一个顶点的一个标签 比如说刚才所说的下面这一顶 比如说同一个顶点它是一个 procevation的一个标签 然后下面还可以去创建一个 beta标签 就是一个mary的一个标签 然后下面这四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对Steven的一个定义 然后下面呢就是怎么样去在定义完Steven之后 我去协入数据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协入一个顶点的时候 然后怎么样去使用那个Steven 使用那个顶点的话 它就有几个个人去组成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它是顶点的标签是什么 就是刚刚上的定义的一个proce的一个标签 再一个就是它那个属性 就是可以有一个可以为内部的一个属性 然后它的值就是一个死定类型的一个章三 然后还有一个还定义的另外一个 使用了另外一个属性 比方说它的一个典类 然后它的这个值得类型 这就是一个订阅类型 就是30 然后还定义了 另外定义了一个叫李四的一个节点 它的标签就不一句说了 然后就是说接下来就定了一个 张三和李四之间的一个编 它的编的话就是有一个关系 就是它是它的一个 有母亲的一个关系 这是就是对它死定类型的一个简单介绍 然后它的死定类型 就是说它那个编的标签 它有一个多样性的一个概念 那什么叫多样性呢 首先有一个Mod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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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就是说 两个点之间的可以有多条相同标签的编 那这个呢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和张三经常去参加一些大会 那我两个就说 有可能会有一个标签叫 经常一起参加 一起参加这个大会 那我两个之间呢 就是有可能我可以 我今天就来到AZG大会 有可能我今天去了 好又不相关的 有可能后天还出来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标签的编 我俩之间可以有多多 然后怎么区分的编的 在新化一下这个关系呢 所以说它还可以 比如说再加一个属性 那属性呢 这不是可以定义为 大会的名字是什么 以及大会的定点是什么 比如说可以通过属性 再对一个编的关系 进入一次定义 好 第二个类型就是simple类型 然后这个 这种呢 比如说两个 两个点之间呢 就是只能有一条相同标签的编 还有一个位 这样三句句例 我两个是朋友关系 OK 那两个之间 只有一条编 就可以聊说 多的话有没有意义 然后第三个就是many to one many to one many to one的话就是说 它是可以有 只能有 就是一个冰点 只能有一个住边 然后可以有多条路边 那比方说一个 因为女性 是吧 她可以有很多个孩子 但是她只有一个母亲 那就是many to one 这个标签的话 是吧 她的路边就可以有多个 但是她的处边只有一个 然后one to one 和她的一个 和圆图团 比较类似 只是方丈千本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one to one one to one 就是说一个零点 同样标签的边 只能有一个路边 一个处边 这个呢 我想一个一个例子 比方说有一个手艺 或者是一种武功吧 然后她只能 只能与单传 那这样的话 这个四个关系 那三转人之间 我只有一个四个 然后她的土地也 只有一个四个 它就是完团 一个处边一个路边 然后这是那个 这是管骨 它原生之类的一些数据类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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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些自定义的一些数据类型 然后这里面需要成就的是 呃 呃 属性key 属性key的话就是刚才 刚才一个司令上没有 他需要去指定我们这个 属性的 值的类型 那它里面就是说 这本它那个直的 呃 直的类型的话 呃 只能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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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那个 呃 呃 呃 他也会也会有一个关系的一个概念 然后他就是描述一个属性 他值的一个情况 然后一个属性 呃 他可以只有一个值 比方说 我的呃 我影响的一个属性 我的姓名 那么就一个值 或者说我的性别吧 呃 只有一个值就配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呃 还有一个就是说 属性呢 他支持一个呃 可以有多个值 并且可以重复 那比方说我是 我这一生 然后呃 我的一个去过城市的一个轨迹 是吧 我是上一个来到北京 今天又来到北京 是吧 可以有可以有重复的 那还有一种东西说是 呃 也可以有多个值 但是不重复 那比方说 呃 就说我这一个人 然后一生去过去好的地方 啊 这个就是不重复的 就是一种一个场景 然后这个是那个呃 呃 GIGRAPH 他的一个寸可模型 大家已经看到 他其实用了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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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官方式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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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数语模型 就是作为 呃 GIGRAPH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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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呃 那GIGRAPH 去寸出的时候呢 就把 顶点的ID 然后作为一个 ROTING 然后其他的 然后他的编和属性 都作为一个 一个 对应的一个呃 呃 呃 然后去做存放 然后GIGRAPH呢 因为他呃 支持一些 分布式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关键成组 然后VB都会很成组 吧 所以说一个图呢 还有一个图可以就是呃 呃 呃 这个呢 他就设计到一个呃 分区的一个代表 呃 那前面我说到呢 就是GIGRAPH它的图呢 是使用零件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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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他那个分区的方式 是由他那个 我们去怎么样去放他的一个零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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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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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两种水机模式 水机模式就是说 我来一个零点 我去给它分配 分区的时候是水机的 再一种就是可以显示 另一种去飞去方式 接下来去对比一下 然后首先呢 水机飞去的话 一个零点 是水机分配到 所以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简单粗暴 然后再一个呢 它是不需要去做外的配置的 比如说它是官方默认的一个模式 再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是水机的 所以它不存在一个热点的问题 或者说不均衡的一个问题 它的缺点呢就是 当随着时间在推移 我们的数量越来越大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它的差距性能是 会有下降的 因为就是说会有 批准的一个跨界点的 沟通的一个成分 再看一下那个 显示定义分区的方式 首先是官方提供的 使用显示分区的方式 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P的既然很简单 只需要去加档的参数 然后在下面呢就是指定了 它那个分区的个数 然后它呢就是 显示定义分区方式呢就是要保证 一个强颜的 强颜的定途 然后是在同一个节点上 这样呢就减少了 跨节点的开车的成分 那不好的一个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说 它需要一个存储不断的一个支持 就是说它存储不断的一个Key 需要是排序的 再一个呢就是 它是很容易采出热点的 因为前面说 比如说它是 进程中的保证 一个长连分区图是在同一个节点上 那怎么去保证呢 它是其实就是 将相同一个四文例的 就是所有操作的创建 也好 或者修改了一个顶点 就是 创建 节点的时候呢 会把那个 同一个四文例的所有的顶点 都写在同一个分区上 就是这样的话 就保证一个 长连分区或者说 相关的一些顶点 然后再相同一个 一个节点上 所以这个呢 它有很容易就会 假如说 一个图 它的一个点 已经编写很多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热点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同一台服务下 那怎么去优化 就是优化 就是这种情况呢 或者说 在实际的部分 我们去 怎么去 对不同的用场景 做一些优化呢 它其实还有 图的话 还有两种概念 一个就是 编分匙和点分匙 那编分匙什么概念呢 就是当一个编分点的零点 没有被分配在同一台服务上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是编分多 那就是 为了减少 一个同期之间的 那个通讯 所以说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 减少 编分多 情况的发生 那点分多 点分多的话 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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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大家去减少 热点的发生 然后 然后 其实Graph呢 还提供了 所以 就是 它支持插件化了 前面有要到 它在大小方面 所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Graph Index 一类是Graph Index 然后 这一类 这一类 所以呢 它就是 木体是为了提高 节点 就是编量差的 一个 一个性能 然后 它怎么去做呢 就是 它就是说 刚才那种 柴面去创立一个 呃 呃 所以呢 其实它是 使用一个 或者是 岭頭的属性 然后去做个 一个 而这里 所以呢 其实它也有两种 在系统号 也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组合模式 呃 组合模式呢 它是直接把 像说一说的 一个 一个 这是一个中途后端的 我后续也会讲一下 成功于Base 然后它是怎么去存的 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快 比如说 就是用在同一个数据空域 然后就是Base 在同一个四楼里 都能把这个事情做 然后查询 再一个不好的地方 它就是不太灵活 不太灵活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组楼梯 比如说A加B 两个数据的一个数据 当我们使用B加A 然后去查询的时候 这个数据是不太灵活的 然后下面一个是混合数据 混合数据的话 就需要外部一个 数据的系统具支持 比如说ES 那它两个特点呢 一个就是慢 一个是和一个数据系统的实验 是有关系 再一个就是它要跨 跨四五 跨节点 那它相对来说就是比较 呃灵活一些 就是可以定义各种各种 各种的收益关系 然后上面这种数据呢 是为了它是一个 本地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硬化策略 就是说当一个 当我们去查到一个顶点的边的时候 原来这个顶点它都有很多边 那我们有想从中查到某一类边的时候 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 所以我们会快速的跨离出来 然后接下来聊一下那个 竞争版尔虎 它和Abase的关系 然后首先使用Abase的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和那个 Apache的生态 就是完全接入 和方便继承 再一个就是Abase 它是 它是 它就是 对比的话就是 它是一个 呃 呃 有效 有效性 然后Abase呢 它可以就是说 通过那个 读写能力 就是可以就是 就是可以就是 就是扩展的 包括它的一个存储能力 也是可以就是 就是扩展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存储 除了不大的图 再一个呢 Abase 它支持通过那个 GMI 是帮助去收集一些 呃 加工厂的信息 然后这个就方便 我们去定位 排查解决问题 呃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点 所以Abase社区 把大家应该感受到 是比较比较活跃的 啊 在一个使用 hummingbird的 呃 優点就是说 配置是比较简单的 呃 大家在看 一共有五个 啊 其中 灰色的三个是 可甩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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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一下 呃 红掉和红掉类型 这个地方保留一下 呃 isses 使用的 ivas 以上 呃 待会 多种类型的 呃 制心 应该ove 呃 或者说 单表 以及走 也支持你的按照P的一个范围插照 再一个人说它就是GinaGraph里面 有用到两个Away的产品手段 有两个filter 就是为了因为刚才大家看到 它的一个P或者是Era 所以它就为了里面 会有很多属性很多变 那这样的话 当我们只通过一个零点去查找的小组 就是一个通讯的程度是比较高 再一个就是有可能会把Toolin的内存给打满 所以它就支持在服务团的一个过滤 比方说第一个它就是可以执行 我们要返回到链名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执行手中是A到B的 返回这些链上的一些数据 那第二个它也是一个Fair的一个概念 它可以执行我们要返回到一个70位置 以及说要返回多少条 就是去控制那个从服务关 我们客户关买的一个数量 然后具体它存在Eraise里面的时候 它其实是使用那个 Eraise中的9个 配在一张表里面去签9个列图 然后它的列图就是Eraise 包括它的TDR 以及那个压缩方式 其实都是正在列图级别的 所以如果这个2个也就完全能记住它来 然后再一个呢 它这个里面有9个列图的话 分别都称入比方说 E这个字幕这个列图 它称入的是边签的那些数据 然后G这个 G所谓的字幕这个列图的话 就是在存款的时候 刚才所说的那个 组合的那些所谓的数据 然后还有ID相关的数据 也是ID相关的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4,5相关的 E系统属性相关的 可能一共有9个列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 国会再去说一下 比如说 怎样去存放数据 以及所有的单位在这里面 OK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说的 比如说它那个 E列图所存存的内容 然后最下面就是 数字 子存储编 其实它出动力量还比较多 首先会有一个 顶点的标签 会存在这个列图下面 以及编的一些 相关的信息 比如编的标签 编的数据 都会存在这个列图上面 然后还有一些 数据的东西 也会存在这个列图下面 然后它的 然后它的 这个程序列图的时候呢 它的 刚才说到 它的一个零件点 所以它的 就是顶点的ID 顶点ID 那是有三部分组成 然后第一个就是 留学号 比如说这个 背嘴的顶点 也会有一个留学号 第二个就是 一个顶点的 一个类型 这个就 时间外一路想必须说 而第三个呢 就是它那边 爬地上ID 所以肉片是 有三部分组成 然后 它怎么去存放 一个顶点的标签呢 就在GinaGraph里面 它其实是 把那个顶点的标签 当成边去存的 就是一种 标签名为 那个 的一个 一个边 它的顶点 以及它的方向 一个中央性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把标签 充成这样一个边 然后 今天呢 属性 以及那个边 相关的数据呢 它都是把一个 充成好一下 充成关系 然后就称出了 然后 然后一个关系呢 它又会有一个 relayerID 比如relayerID 当它称入一个 外界是 属性的时候呢 它的ID 就是这个 属性p的ID 刚刚是 充成编的时候呢 比如说 relayerID 就是那个 边的标签ID 以及它的一个方向 是出填还是入填 然后 前面说到一个 零件表的一个 车 然后这次官方 对那个 怎样去属边 还有一个属性的时候 它的一个 列明 以及它那个 代表的一个 例子 那首先就是说 呃 属边的话 那它就是这个 单板一个 人类传 人类传 就是它是 LabelID 章的方向 手提到时候 这个地方是 词轨它那个 解锁的一种 优化 那当它就是 编和方向 然后就 假如这个 点点的 编还是很多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 属性 再一个区分边 那它给属性 做一个排序 那个就是 也是 加速它那个 编的编的 一个效率 然后再后面 它是一个 银点的一个ID 再后面是编的一个ID 那这时候它的Vegle 就是这个编相关的 一些属性 然后 属性呈放了 Vegle的时候 那个 列明 它是一个属性的ID 然后它的 值的话 就是属性相关的一些属性 但是这个是 官方举例的一种 一种情况 我们分解一下 因为刚才说到编的话 其实它是有多样性的 然后 当时那个Multi的时候 就是说它那个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种 存储方式 但它就是不是的时候呢 并且它是有多个编的时候呢 它那个 其实它的链 也是存储的那个 NationID 以及 丁点的ID 然后它都把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 没有 不会再使用那个 搜索P去做 就 不会取作用 所以就没有据换这个东西 然后再一个就是 刚才只有那个 一条边的时候 那就是它的 它的那个 列明的话 只放的是 列表ID 以及一个方向 然后 这个是 属性的时候呢 它也是有 有三种情况 就是当属性值是一个 新路的时候 它的 它的 链名指出 然后属性值 都放到后面去 都放到 Value里去 然后是属性的时候呢 它就把一个 属性的ID 然后又放到那个 链的名称上 然后链指出 然后链去 然后在 SETL的时候 然后它的那个 链名就把那个 链的名称的值 然后拼在一块 碰到那个 那个 链的 具体这个存放的好处 我又想回去说了 然后 这边是 再说一下 链相关的 它怎么去存链呢 就是它的 就是 寡理NAS 它们有组合Kids 在位置里面去存的 然后再过呢 就是 它的 当存这个列表数量的时候 它的LOK 就是 属性的 直接拼接 然后作为LOK 然后 我第一个 姓名和弟子的一个 一个 属性的时候 那就是 那结果呢 它的LOK 就是 我的姓名移植 以及我的居住地 居住地理 居住地理 然后作为Kids 存在这 那它的Vitual 是什么呢 那就是 有四部分组成 一个就是 Vitual 可能是一个 也可能是一个 属性的 属性的 再一个就是 它那个 会有两个 但是边的时候 它就会有两个相关的一个 顶眼的 这个是水上的 那个 类型的一般 然后 这是 最后一页就是 关于 行为GenoGraph的时候 Base 要优化 就是优化 优化的一些建议 这几天呢 列了一些优化参与 一些东西 对于Base 它那个Flash 也比Compat的 或者说Skate 就是相关的一些 时间关系 也不详细去说 说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在这里面 虽然这个 这个呢 就是控制每个 因为GenoGraph 它使用了A-Base 有个裂毒 并且裂毒 存放的数据都不一样 那大多个时候呢 是边 或者是 以及所以 这个裂毒 存放的数据是很多的 那当是A-Base 那就是会有一个 Flash的一个 一个特别 就是当那个 整体内存 达到 一个Dutch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 刷新 一个 所有人里面的数据 然后去刷掉 它的DFI 这样的连续 将来就是 其他的列固有可能 数量很小 但是会去刷新一些小文件 这是会让 新的一个 IDFI 的内容 都会造成压力 那这个 就是控制 当做Flash的时候 当它那个列固下面 那个 列固下面的 列固下面的 一些列固里面的 数据小于 或者是大于 某一个值的时候 然后这个列固上的数据 才会真正的刷新 IDFI的商品 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 两个 两个版本 就是因为我 现在做 英文相关的 比较多 对UVS一些 优化的 跟他 不是特别 特别 近 近吧 然后就是说 它现在只有两个 参数可以控制 就是说 当它那个 运渐它 它的内存 达到什么商品 去阻射 这个 一个 客户端的一个 鞋 然后 当 老的 参数的时候 它其实是 比方说 我们指定了一个 运渐可以使用10个D 那它 其实它一个 占比 就是这个地方 是一个百分比 它那一个分母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运渐的 它是一个 那一层 然后这个 新的材料 那个变得 比方说 我们指定一个 运渐它一个 上线的时候 那它这个 它那个 混合是 其实它的一个 上线 刚开始 我代表 已经名字是 它 我代表 它这个 运渐去调的 所以造型就是 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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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多 那关于那个 健身管 我们还有一个 用外点就是 它那个 分区的一个 这个策略 手边有两种 一个是水晶 一个是小水晶 一个是小水晶 这个怎么上游呢 官方也练习了当点 或者在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使用 采用这个 水晶 测量 当时就是我们的 数量是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我们去 原来说 使用点风格 或者点风格 就一些 一些条路方式 的方式 自己去做一些策略 刚才说到 当小水晶的时候 它就分配 那个 一点的策略 所以就是一个 四文内最可能的 保留在同台服务器上 那就是说 像这个策略 其实它也提供了 一些接口 我们可以自己去低组 一些分配 那样的一个策略 因为时间比较低 大家掌听力的话 可以我们 先拿下去 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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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非常精彩的一个 年兽分析的一个案例 然后介绍了 他们的一个数据数据名台 然后在这个名台里面 然后他们也 以SPECT 作为他们的一个组合系统 而且结合了 一个 设计 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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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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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lve 检佛 检子 检佛 检佛 检佛